10万订阅就差你一个 大家好欢迎收看股民当下 我是万伦 我是刘 节目首先先跟大家说声七夕情人节快乐啊 会打8月23号炮战提前开打财报公报前呢 公布前了外资再上调目标价 太过今天的新股王诞生了 玩冲冲了 赚不到钱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有理哦 六神入产业请仿上市贵公司给你最专业的法人观点哦 无限发生线呢 上班时间可以拨打02-7725-1500 或者是下班时间呢 填写我们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哦 回到我们今天的台股 首先呢 还是要先请大家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老师我们823已经提前开炮了 AI股能提前庆功吗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看 好的那确实为什么讲823炮战呢 因为这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节日嘛 但是我们全市场关注的焦点在哪里 就是在回答8月23号的财报 那我们可以知道财报数字还没有公告啊 到底是110亿还是120亿 还是超乎市场的130亿 没有人知道 但是为什么昨天NVIDIA大涨超过8.5%呢 难不成有人先泄露了 其实不是哦 是因为法人预先上调未来的目标价 提前预期的这件事情 所以才导致于说 美国的这个NVIDIA大涨超过8.5% 好待会我们来考考婉轮 让婉轮来帮我们做个翻译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大牌 今天开高震荡 算是收的相对比较低一点点 虽然今天涨56点 但是今天台北股市下跌的加速高达1000档 总共也才1700档股票 下跌超过1000档 成交量也来到3000亿左右 可以说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量缩的一个状态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资金还是集中在少数股票身上 超过1000档下跌 不涨不跌的也好几百只 真正有涨的其实已经很少了 好我们看到焦点在哪里 如果你买的股票不是跟AI有相关的 尤其是这个纯度高的 其实今天大部分都是跌的 那我们看到灰达前高480.88 财报8月23公告 昨天大涨超过8.5% 已经很接近 昨天收盘收469.67 已经非常接近前面的高点480.88 记住这个数字 HSBC 我们可以看到他出了一份报告 昨天他说Tucky Price是780块 目标780 那他未来的潜在空间还有多少 80% 是 所以哇这个一下子就往上调这么的高 那为什么呢 我把它框起来 因为我的文章其实也不用从头到尾看完 因为有时候太长了 重点都是前面的几句话 他重点都在前面 来 王伦 帮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话 重点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到说这个 Earnings upside potential still not fully price 而且扣划在产能的融赞 重点第一句 我们先从第一句 那第二句先不要赢他 第一句 很简单 你看到第二行 他说他是看好他盈余的增长潜力 但是他说2024的下半年 还有2025年 他还没有price in 也就是说他认为后面还是有空间的 现在股价还没有真正的定价 还没有真正的反映 他未来的获利 好那第二句他讲什么 他讲到 Increase COWAS COWAS的capacity 产能增加 好驱动了这个资料中心未来的营收 数字会往上做一个成长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NVIDIA 它的晶片 它设计 设计完之后交给台积电作 台积电作完之后 它要自己做先进的 COWAS的封装 但虽然封装的产能受限了 所以导致于有些 这个市场会预计说 怕这个产能开不出来 营收充不出来 但实际上 在今年的年底 COWAS的产能开出来之后 有望在促使NVIDIA 在今年年底 甚至于在明年它的营业收入 会大幅度的提升 好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重点 第三个 它说它maintain买进的平等 但是它把它的目标价提高 提高到780块 上一次是600块 不得了 上一次600块还没有达到目标价 还没有过480 它就直接往上调到780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新闻很重要 其实你看 全球半导体设备 投资 急说 急踩刹车 它说减幅是 孔创近10年来最大 年减16% 很可怕 看一下 AI军备竞赛 你这两个消息 你把它对照在一起 你会发现 现在AI的设备 大量的投资 英镑 英镑要差1亿的英镑参战 不只英国 法国 要跟英国争抢 这个AI龙头 沙尔地阿拉伯 第二次 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 中国 美国 当然主要最大买家 是来自美国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相关的脸书 我们现在改名叫Meta 然后Google 然后亚马逊 微软 都是主要的一个买家 而且买的金额是非常大 投资的金额非常大 纵使他知道 今年不会赚钱 明年可能也不会赚钱 因为一开始 你要投资设备 大量的资本支出 还有很高额的折旧费用 这一些最上的厂商 一开始不会赚钱 可是 做晶片的NVIDIA 超微 这一定赚的嘛 然后伺服器的最上游 包含像美超微 这种一定是最优先赚钱的 好 那就是这样一路的下来 那包含像台积电 也会受到贡献 只是台积电 它的整体的营收量体太大了 目前AI的占比 还是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台积电 它不容易受到这个AI浪潮 就出现一个明显 往上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的市场潜力 这一份是这个凯基投雇 雇的一个 AI伺服器出货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 其实2022年 其实是没有出什么AI伺服器的 那主要2023年 它估57.8万台 2024估190万台 2025估330万台 当然每一家 它的报告 数字是不一样的 肯定的 每个人估的方法不一样的 当然 我们可以从中 这个数字 我觉得大家参考就好 不一定是正确的 放心 但我要强调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未来的这个趋势 它是一个很大幅度的往上做一个跳升 好 那成长的动能跟潜力是非常强的 是 好 那当然今天我先讲弱势的 今天虽然AI族群 因为NVIDIA大涨 有表现 可是有些股票资金是净流出的 包含像伟创 今天流出10亿 见准流出银帮 华星光 今天是比较弱势的 但伟创今天还是涨2% 比较弱的 值得留意的是银帮 银帮今天杀尾盘 好 那我们看伟创 伟创它目前为止还没站上月线 偏弱 好 那见准 今天创波段新高 通常创波段新高 而且又是在布林轨道上缘 又接近前面的高点附近 我想会来回震荡一下 那银帮 本来应该硬帮帮不是吗 结果挖回盘 天啊 在干嘛 大家都在玩冲冲乐啊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冲冲乐 这应该是短线下车 因为这个短线客 它是赚太多了 你知道吗 因为到今天 到今天为止还赚 已经到635块 赚很多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它有一个 提早获利了解下车的动作 可是不影响 它的长线多头的看法 好 那强势的部分 今天其实最强是谁 其实最强啊 是应该是市型KY 因为它今天 涨停锁住之后 打开一下子又锁住了 超强 好 所以它虽然只有7到35亿 可是 季佳吸46亿 今天涨停之后 它又打开了 对啊 季佳涨停打开 好 那很多人在当冲嘛 那广达 光宝科 其实今天也蛮强的 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季佳 季佳今天虽然涨停没有锁 但是它也接近前面的高点 出量了 有机会挑战前面的高点 那市型KY呢 哇 超强的 昨天涨停 今天又涨停 这么高价股 是唱第二支涨 所以这一定是法人买的 昨天股后今天股王 外资买的 好 今天已经变股王了 是 股王是AI 换句话说 还会有很多的相关的AI族群 就在这个地方 它代表说它是一个什么 真主流 一直不断的会往这个地方挤 资金都往这个地方挤 好那广达 广达今天算是小涨3% 可是它的多头架构还是非常漂亮的 那也是有机会挑战前面的高点 那我们看一下窗户 我们叫做成员股票 今天有些成员 叫成员就觉得奇怪什么 昨天904 今天904 没什么动 早上开高之后 哇一度来到多少 938 然后本来想说很高兴啊 会不会跟这个挥打一样 我上冲啊 结果震荡走地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喜欢怎么样 当冲啦 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嘛 那我是觉得股票它不一定每天涨 重点是那个趋势跟方向对了 你要在乎的不是短线股价 而是这家公司它未来数字 跟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这句话很重要 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反而进出啦 我们看得出来 今天就是反而没什么买卖 那散户稍微当冲一下 就平平的 至少人家还在月线之上啊 而且量能其实还不错哦 它就是维持在一个量缩 通常量缩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点啊 是一个不错的点 量缩有价稳 对啊 因为至少不要爆量 爆量如果说是这个上涨 你也要担心嘛 爆量如果下跌你也是担心嘛 至少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一个 这个价稳量缩 一个平稳的表现状态 健康 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很多次了 我对它是深具信心啊 那我在之前的文章 包含像今天Telecom我也说过 说它是这个瑞士名表中的表王 百达斐力 百达斐力简称皮皮啊 它就是瑞士最有名的一款手表 这个做得非常的精致 那这个表王 里面最高阶的 动格上千万以上 好 那为什么我说它是这个表王呢 当然它制作工艺本身就是艺术品啊 产品就是不用多说了 重点是接下来我们大家要比的是什么 产品 AI伺服器的产品 在公司的营收占比要高 你知道吗 好多高 原大头顾整理2024年 7家 AI伺服器的这个相关供应链 营收的 占整个营收比重 窗户占39% 那秦城占37% 维影占27% 广达占22% 那音业达占13% 技嘉占多少 占这个12% 那台光电占10% 光宝科占3% 哇 才占3% 伟创占5% 所以有时候 大家看到一些股票很低价 比如像那个 这个广运有没有 大家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很开心 嗯 问题是AI伺服器现在是多少 明年是多少 你知道吗 所以你觉得最热门的 它不一定是最纯的啊 或者是它能够走最远 所以我说时间能证明一切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你到后面 要慢慢的细细的来做体会 你才能够感受到 所以股票不是你看一天两天的 不是说你只看股价 重点是它的本质 好 那窗户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寡占的企业 是 不一样 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啊 先前昨天前天大前天 都跟他分享过 说我们准备要卡位经厂 买新的股票嘛 卡位了 今天我们有进场卡位哦 是 买新的股票 但是这股票 真的就只是卡位性质啊 所以我想这个还有时间 这个还没有加入我们当家的 这个群组的这个伙伴 投资朋友们 诶 特别是我们家族成员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进场 买进新的股票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个参考哦 谢谢利友的分享 到底进场卡位的是哪一档股票啊 上班时间可以拨打 02-7725-1500 好 来照我一下我这里哦 上班时间呢可以拨打 02-7725-1500 或者是下班时间呢 填填我们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哦 最后最后祝福大家 七夕情人节快乐 国民大家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那时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